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7、8月可以说是花莲阿美族人的庆典祭仪的日子 许多的部落都举办了丰年祭 而在7号的一早县长徐真伟 就特别来到了寿丰乡的水莲部落 参与水莲部落的丰年祭典活动 欢迎所有的部落青年一起回到部落参加丰年祭 也和族人们共同来欢庆丰收 每逢7、8月暑假 各部落都会接力举办丰年祭典 而县长徐真伟 今日是前往了水莲部落参加丰年祭典的活动 县长表示 非常恭喜部落青年从12岁到19岁通过考验后 进入部落阶层 成为部落文化的中间分子 承担起部落传统祭典 记忆文化、技能的使命 也感谢部落头目及族人 坚持传承原住民文化 让原住民文化得以代代相传 看到我们的感应感到都回来 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想看到感应感到回来 看到我们自己的小娃娃 就是代表了部落的希望 部落的未来 部落的繁荣昌盛 今年有很多的这个部落 大部落的年龄阶层 阿拉麦都在进监 看到我们的阿拉麦的孩子们进监 开始正式从被服务的角色 到服务我们的长辈 以及负责文化传承的工作 投入可以参与很多的意见的发表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荣誉 一到活动现场 就被许多族人夹到欢迎 族人热情牵起手一起舞蹈 犹如今日的艳阳斑 让许县长备受温暖 记者凌桀收封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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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